台電今天舉辦新進僱傭人員甄氏 今年預計錄取1103人 這個數字創下歷年來的新高 但是報名人數只有14000多人 創下新低 因此報名錄取率達到7.41% 那麼如果扣掉缺考人數 到考率錄取率將會突破10% 達到13.15% 創下新高 那至於為什麼報名人數 會比往年來的少呢 難道國營事業不再吸引人了嗎 對此台電回應說 因為畢業學生的人數也減少了 報名人數和少子化有關聯 第一節考試時間結束 考生們抓緊時間在走廊上K書 12號台電招募僱傭人員 分別在台北台中高雄花蓮 共11個考場舉行徵事活動 一旦正式僱傭 起薪約3.2萬元 也吸引了14000多人來報名 除了社會新鮮人之外 也有人是打算轉職跳槽 外面的工作環境有沒有 也不是說真的很穩定 那想來參加試看看 反正一個機會嘛 福利什麼不錯 朋友在從事相關的工作啦 然後想說就一起來報名這樣子 看看近幾年錄取率 111年報名人數1.7萬人 錄取率大約4.83% 112年報名人數差不多 但開圈名額變多 錄取率上升到6.07% 到了今年預計錄取1103人 報名人數卻只有1.4萬人 錄取率約7.41% 如果扣掉缺考人數 到考錄取率突破10% 台電坦言今年報名人數是歷年新低 再加上開圈名額歷年新高 因此錄取率也創新高 難道國營事業鐵飯碗的吸引力 越來越低了嗎 學生的畢業數也都逐年在降低啦 我想跟國家這個整個少子化應該也有一些關係 逐年可以升等或者是晉級的制度 剛出社會的時候要找一些比較有這種挑戰性的工作 而比較不是這種追求穩定性的這種職業規劃 台電坦言報名人數減少和少子化有關 另外專家則分析除了少子化影響 不少剛畢業的新鮮人喜歡較有挑戰性的工作 對於鐵飯碗興趣缺缺 同樣也是影響報名人數的因素之一 接下來劉至葉林凡台北報導